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今天早上在火灾发生当时现场农业密布 在第一时间有356个人受困在货厂里头 农业包围整栋大楼只见民众打破窗户大力挥手不救 他先喷水去灭烟 上面也有人耶 对啊 上面也有人啊 因为烟是一直往上窜啊 火势不断闷烧 室内温度越飙越高 有受困民众实在受不了了 整个人挂在外墙上等待救援 经销货报道场紧急疏散200人 救出156人 但有5人死亡 2人命危 还有55人烧伤呛伤送医 在2020年4月26日10点57分台北市前卫KTV铃森旗舰店 因严重人为疏失发生火灾 但更扯的是起火时消防设备全部都在睡 只有农烟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 没有 警报没响都没响 没有响对 所以也没有啥 杀水系也没有啥对 警报也没有响 当时5楼正在进行电梯工程 业者把消防设备全关掉 包括撒水 警示 排烟系统全都没发挥作用 甚至施工前也没有通报 消防局何可 前卫事后发出声明说会负起责任 全面检视消防逃生设备 五大消防安全设备 安检合格再多次都没有用 因为火灾当下 他们是关的 诶 你疯了吗 完全被他紧抱紧张 然后也没有任何服务跟网坡混 不好意思 因为 他们 这边有没有一些话想要讲的事情 有 有 可以用 可以用 直奔马尖医院亲自探视家属 就回林森北千贵发生国警量伤亡 台北上柯文哲立刻从屏洞赶访台北 而上个行程还跟到火灾现场了解气火原因 当台北市发生严重火灾 看到第一时间是由台北市副市长珊珊现身 等着从南部珊珊北上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民进党最新收编的 前绿党及桃园市议员王浩宇 他整个人就不爽了 火灾发生当下 柯文哲竟然在方辽帮民众党半秒拔装 这样明显的缺失也护航的下去 客粉会不会太扯 细干时间轴 10点57分警交接火报案 并在6分钟后抵达现场 11点半火势扑灭 原我12点 柯B就派黄志恩到现场 副市长于12点半受保 同时间柯文哲从屏东方辽坐一个小时车程 抵达高铁左应再搭高铁返回台北 我不知道柯文哲是市政行程还是党务行程 也不清楚王浩宇是市议员还是不分区立委 但是我们都知道台北市该干活了 申请那个病庚实用执照 固然是我们尽管触发的 可是他应该要同时再来申请那个 那个消防的那个计划书 他再还没有来申请 他就先脱跑 所以这个是 不是没有法令 就是说有法令在那里 根本没有遵守 要求这个禁管处跟消防局 就是这明确的部分可以处罚的 先从种处问 全面清查我们台北市境内 KTV电影院 这些所谓密闭式的公共场所 市长一声令下 搜索局也动起来 上午逐渐清查 北市前贵所有安全设备 一场大火看一个城市的反应 其他县市的首长皮也崩起来了 有鉴于这个在台北市发生这个KTV 那由于发生这个火灾 所以我想说第一时间我们要有这个危机意识 也就是要来这个再针对一些 人潮聚集的场所 像KTV来做这个消防安全检查 金北市也绷紧神经 当天晚间就加强全面安检 其中板桥一间KTV就被发现 安全门扇被封死 要求限期改善 只要有热热的窃失 我们马上会拍严重的一个警告 要求业者在一个业里面 要限期改善 如果不限期改善 就会断钱断电 不准业业 在2008年爆发经营权之争后 钱贵由年代集团董事长练台生入主 这位台湾价值满满的董事长 手上握有好乐迪跟钱贵 第一电视和年代新闻 年代新闻在昨日也不意外的 处在台湾之外的另一个平行时空 不过相信在价值的彰显下 未来还是能渡过难关 希望火灾的事者安息伤者康复 复联会 全球首富每年都在变 而全球曾经最有钱的政党 国民党公告的党产也从1993年的9639亿元 大量缩水到今天的166亿元 2016年蔡英文执政后 建立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更让国民党雇头上的数字 从此以后看得到吃不到 国民党希望党产会解冻永丰银行的支票 用来支付基欠的党工薪资 还有一月份薪水以及年终奖金 总共2.2亿 我们的员工的那个希望在过年前 把这些对于员工的薪资这部分的钱 要入账的机会就不大了 然而三年过去了 国民党不止执政党保卫 连民心跟钱都收不回来 富水组织都要放水流了 内政部要求复联会要转型成为政党团体 两年的谈性时间到4月26号 如果富联会再度拒绝的话 那么4月27号内政部就会发出公文 这个时候富联会即将面临被解散财产充工 1950年时当时第一夫人 蒋宋美玲成立了中华妇女反共抗恶联合会 而延续传统成员也几乎亲一色 都是国民党高层的老婆 像肖万长夫人朱畜贤 跟联方宇都是重要成员 当时的创立目标是推行三民主义 跟协助政府推动两岸交流 可以说是扎扎实实的国民党富随组织 后来历经了两次改名 成为了现在的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 高峰时会员人数超过25万人 财产高达385亿 业务拓展医疗跟教育 富联会总部门进森严 警卫透露会员门槛高得很 过去1955年到1989年 课征烙军捐高达900多亿 法人机关包括振兴医院 华兴育幼院私立复兴高中等 那据党产会调查 国民党在戒严时期 透过执政优势管制外汇 民间贸易商透过银行买美金 买一块美金就要另外缴5毛台币 也就是俗称的烙军捐 银行在将这笔钱 送交给国民党所成立的 中央协调小组来分配 分配结果大多留住复联会的口袋 复联会不是复权组织 党产会没有任何正当性 来调查我们的财产 红红火火的日子过惯了 败运就临头了 毕竟民进党怎么可能放过这个 把钱收回国库的机会呢 并没有任何人给我们任何保证 现在的针对政党的 所谓不当党产处理条例 会不会是因为会不会因为 复联会成为政党而继续对 复联会追杀 政党团体必须推候选人选举 财产定期公布 受政党法规范由内政部主管 复联会担心会因此被认定 是国民党附随组织 财产直接被党产会扣住 因此他们希望转型成 社福基金会行事 也必须公布捐款裁员 但不同的是由卫福部主管 究竟这个成立了70年历史意义深远的组织 是变成政党给政府管 还是依附在国民党下转型成基金会 我们就继续看接下来的攻防吧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管他晴天阴天阴间或阳间 都不如有老天鹅影片的一天 没有干爹也由你守护 快加入老天鹅频道会员制 钢铁鹅本每月75 让鹅再飞一下午 这一只鹅已经快得病了 病病一急了 测速 全台统计汽车车主达562万人 而一年超速罚单金额平均超过7亿 这种稳赚不赔的生意 我们最终经济的政府 当然不会放过 台61线西兵快速公路彰化路段 区间车速从3月份正式实施 驾驶在阳错扎道到深港扎道 这个路段只要开低于5分21秒 就会吃上罚单 光是3月份西兵高价彰化路段 超速取缔就超过了1700件 国库进账上千万元 政府摩拳擦掌装好机器 准备为国库带进白花花的银子 但没想到才刚过一个月 机器就先烙赛了 叫这行驶在西兵公路彰化路段 沿路都有区间测速感 就有网友po文行进这个路段 被举罚违规超速 自己全程没有超速 行驶353秒 16号却收到了305秒的罚单 当你以为只是单纯开错一张单 才发现原本开开心心 想着为国库增加收益的政府 已经被机器厂商一发掌开醒 校正对此的这个认体上 那有发生了这个错误 导致在这个时间的校正上 出现了这个误差 警方查出了区间测速器 自动校正时时间会出现误差 硬生生吃掉了 其实经过的40多秒 所以其实被机器栽赃超速了 不只是个案 回溯记录从4月4号开始 就有这种状况 警方因此撤销了4月4号 到4月25号的罚单 总共1379张 估计400多万 400万就这样挥挥手 无情地离开 而造就这一切的 不是自备行车记录器的骑士 也不是负责业务的厂商 更不是辖区的警方 3000块罚单 他本来摸摸鼻子要去缴了 反而是超商店员劝阻 钱难赚 有问题要反应 他把事件与证据po文还标注 烦请各位车友们用力转发 不分车种 大家都是受害者 区间测速不准 错开罚单 完全无法管 1379个车主的就是店员 原来这年头政府设备异常 还要靠一个店员 才有机会发现 虽然出问题的机器肯定不止这台 但政府当然不会没事找事 来个全台测速仪器大检查 亲爱的开始检查你的罚单吧 这礼拜只上四天班 目前订阅421500 只要你惯用手的手指头 就给你每日满满的特搜 吉里巴斯 身为很少被提到名字的国家 台湾在国际上就是个社交边缘人 但台湾政府只要看到 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还是非常愿意伸出友谊之手 毕竟我们最喜欢的事 就是同时做到斗内跟交朋友了 然而我们的邦交国还是只有15国 因为要比出钱 我们是赢不了对岸朋友的 2016年开始 深度美普林西比 2017年的巴拿马 2018年的多米尼加 布吉纳法索 萨尔瓦多 以及今年的索罗门群岛 还有吉里巴斯 三年多就断了七个国家 吴钊燮部长要下台啊 他的任内已经五个国家断交 全世界找不到一个国家 是这样啦 今天台湾的外交处境 确实非常的艰难 正需要国人一体团结对外 而我们也应该更努力 你两两拨 我们人都没有检讨的空间吗 而最近被断交的就是 太平洋岛国吉里巴斯 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吉里巴斯位在南太平洋 是全球唯一横跨东西南北半球的国家 人口约11万人 2003年和我国建交 也是蔡总统上任以来 两度出访太平洋友邦中 唯一因故无法到访的国家 吉里巴斯1980年与中国建交 却在23年后转而承认 中华民国为中国代表政府 但这段友谊经历了16年后 也在2019年结束了 2016年总统马茂上台后 和中国关系密切 去年更开口向台湾要一价 价值高达约3600万美元的 EMB190客机 我国建议以优惠贷款协助 吉里巴斯不接受 转向中国索讨 价值高达7000万美元的 737客机 中方还一度提出杀价 只赠予3000多万美元的国产客机 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 他们选择了放弃一个真诚的朋友 而选择去做中国的棋子 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为了飞机乱绝关系 但如果你觉得用钱交不到朋友 那就是因为你花的不够多 狼若回头不是报恩就是报仇 但吉里巴斯回头 是为了要更多的报仇 才过一年 吉里巴斯选举 马茂总统亲中派大败 并从多数党的亲台派放出消息 考虑重新跟台湾建交 这也是继2003年之后 吉里巴斯渴望第二次跟中国断交 重新跟台湾建交 我们严密的所注意 那我们也会做各种方面的努力 但现在情形怎么样 将来会有外交部统一跟大家报告 外交可不是恋爱 分分合合看心情 而建交与否当然也要看到 它背后的利益纠葛 吉里巴斯因为它的战略重要 它可以监控 在马赛瓦的美国的 那个所谓雷根飞弹射射场 美国所有人造卫星 飞弹射射 它就可以监控 一听马嘴 因为就在隔壁一样 真干啊 它真的利益了 跟着老大走 利益并有 台湾在价值的带领下还能走多久 就看中美未来的关系如何了 究竟这三个人 命运的安排 还是情感的纠结 亦或是另有隐情 真相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快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最新动态